火影忍者虽然是忍者的故事 但也少不了科学技术的加词 技术火影的军型里 共有7位擅长发射激光的忍者 你知道都有谁吗 不知道啊 第一位配六道中的修罗道 同时也是在背后操控他们的主人 长门 配音机能力六道都是各不相同 其中的修罗道 主于是一个高科技的改造人 修罗道身体的各个部位 其实就是各种武器的结合 他的身体拥有三面六臂 可以抵挡来自各个方向敌人的攻击 而且手臂还可以伸长 可以提升自己的攻击范围 修罗道常用的人数名为怪弯火箭 也是通过身体改造 让修罗道的手臂可以与本体分开 并且将查克拉聚集在切口的位置附近 可以为火箭提供出推力 使得怪弯火箭拥有超高的移动速度 以及极为强大的破坏力 要说修罗道的激光能力 则是位于头部的激光炮 如果掀进修罗道的头盖骨 则可以从内部发射激光攻击 配六道抓六尾的时候 修罗道曾用激光炮攻击于高 则吸一中枪 后来抓捕九尾神 修罗道的激光炮也给木叶的拆迁工作 做出了左跃的贡献 除此之外 修罗道的能力还包括强劲的体数 而当配六道集合于一身的时候 修罗道的能力则可以直接从长门本体的身上释放出来 这四月效果也是颇巨喜感了 本来挺干净的小伙 胳膊肘子各种增伤 各种起板 长门曾经试图用修罗道的能力 对八九尾发起攻击 但还没来得及发射激光 就被柚子打断了 虽然在后来的出场中 绘土长门并没有使出激光攻击这一招 但在究极风暴游戏中倒是为其不全了 毕竟配音六道全员的能力 都得集合于长门一人身上 能力肯定是要博彩中长了 第二位发射过激光的人者 是阎忍村初代村长 汗桃木叶的代科学家大神仪 咋说大神仪也是搞科学的创业代表 大神仪玩激光肯定不是从自己身上发射的 而是在TV原创片《九尾争夺令》中 由蛇仪制造的机械九尾 才拥有发射激光的能力 在这一篇章里出现的机械名人 不仅上能在天上飞 下能在地上跑 还拥有四个骨骼 刷刷一顿撩 而且机械名人还会发射导弹呢 在一套操作打得小强们措手无击 就连大河都被扇到了外太空去 此外还有著名的麦蒙小迪和网动炉 都是出自这个篇章的恶稿 说出来提的们可能不信 这个木叶村在TV原创的篇章里 那是谁得谁想毁灭一下的 前有安宝巴云一个幻树 直接火烧火影办公室 扣手奢仪控制机械九尾 发射一波机关 也是为木叶猜签做了不少贡献 不过很可惜啊 在这段原创里 又依然是深爱木叶和左柱的设定 所以提前给机械名人 顺着改奏指令 只要从名人的嘴里 听到左柱两个字 机械名人就会当场潜水 反过来帮名人收拾机械九尾 于是在故事的最后 机械名人耗尽自己体内的 因为失去了尾兽查克拉 当场就和机械九尾同度于尽了 找那名人 哎 还挺感动 第三位擅长使用激光的忍者 则是变身大白厚子的羽质波班 霍虎识尾忍猪力班 班在吸收识尾 成为识尾忍猪力号 不仅外形有了巨大的改变 所有的术也发生了变化 从原本的显龙眼 虚子能呼啥的 原地建成到鲜术的范畴 比如其中的鲜法蓝顿光芽 就是一种鲜术类别的激光攻击 剑法蓝顿光芽 是只有获得六道之力的人 才能施展的鲜术 这种术放出的光线 可以将命中的敌人 直接一分为二 威力是十分强悍 它的光线就像獠牙一般锐利 因此得名蓝顿光芽 蓝顿光芽攻击的速度 也是正如其本身的性质 是看别光速的攻击 等被工事书评价为 可以切开万物 是敌人完全无法防御的光线攻击 不过说什么无法防御 无人能敌这种话嘛 在工程书里 早就已经是烂大街了 铁子们懂得懂懂哈 对于普通人来说 这种攻击确实是无法躲避的 但搬的对手 不是普通人的 那可是两个宾死负伤 并且喜提六道外挂的小主角 这个阶段的名祖 实力早已经是 大街局时期的神仙水准了 夺掉一个区区光速的 随地吐沓的攻击 根本就是小意思吧 搬野面子一点都没 第四位擅长激光的忍者 是来自远眼村的 三板卡卡西 老爹貌似本善大叔的 蓝盾行仙界忍者 那就是达鲁伊 达鲁伊是四代雷仰的护卫 一直被雷仰 刺为自己的左右手 毕竟他的死里 在云眼村 可是响当当的 六边形战士 说他是云眼卡卡西 可不光是出于白马的特质 更是因为 他也有见证五五开的潜质 达鲁伊擅长的忍数 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传承自 三代雷仰的黑色雷盾 像我们常见的雷盾 比如卡卡西 所住直流 打出的都是 泛着蓝光的雷盾 而达鲁伊的雷盾 是唯一一气层次 三代雷仰的黑色雷盾 他的忍数 雷盾黑半叉 可以从身上释放出 省似猎豹的黑色闪电 使得命中的对手 感到十分痛苦 行动也会受到限制 此外 动画里还有一招 雷盾双重黑半叉 自由本体和影分身 一起使用的效果 感觉有点扣P 咱们扣P忍者卡西那味了 那做到达鲁伊的蓝盾 那可就厉害了 毕竟按照一般规律 光是眼直劲传魔的 而达鲁伊的蓝盾光线 却是个个例 这种光线具有诱导效果 可以轨弯释发 攒着一招蓝盾 利措索克苏 是由雷盾与水盾 两种属相结合而成的 血液线剑 可以从达鲁伊 合十的双手中 释放出超强的激光攻击 同时拥有雷的破坏力 和水的控制力 即使放在全员操入散地 大后期 那也是不可忽视的 重要战斗力 难怪最后达鲁伊 会传承雷奥的名号 成为五代木雷奥 最可惜 没传承爱之名号 第五位 是用激光的忍者 是出自剧场版 火影忍者疾风传 羁绊的角色 神农 神农表面上 是一个医术高超的医生 但其实背地里的真实身份 是空忍村的首领 他的野心非常大 一心想要控制灵维 并且利用灵维的力量 控制整个忍者世界 不过这个神农 不光名字 颇有靠屁的嫌疑 就连他擅长的忍术 也大部分 都是火影忍里 之前出厂过的忍术 神农擅长一六忍术 比如掌线术 肉体再生党 因此能够 以医生的身份 隐藏自己 此外 神农还可以使用禁术 比如绿皮怪们 传承的八门盾甲之术 神农算是火影忍里 为数不多 能使用八门盾甲的忍者了 神农的肉体 还具有火化与再生的能力 得亏他是剧场版决策 这配置要赶在主线里出场 保护鞋早就让大蛇娘抓走了 而神农用来发射激光的说 其实是他控制灵尾 发射的一种激光炮 这是一个超级能源重炮 据说就连一座大山 都能在一瞬之间被夷为平地 神农本来是计划用去玩了 摧毁武大国的 当然结果可想而止 不管是动画原传 还是剧场版篇章 是人是鬼 都像一轮即时 靠自己一起之力 干一干武大国 结果却没有一个 逃得过主角的制裁的 第六位使用过激光的人者 正是名人自己 不过是名人爆发六位的形态 并不是人形态 在配恩入侵木叶时 名人因为亲眼目睹 初天为了保护自己 倒在自己的面前 因此是情绪大爆发 当场变成了一只 莫得感情人的小狐狸 尾巴的数量 一直持续上升到六位 正在赶路的大和妈妈 看来都懵逼了 在伪圣名人 与配恩的这段 打斗的动画剧情中 多次出现名人 发射一次激光炮的画面 瞅着熟悉的打斗画风 名人发射六位小狐狸 和配恩天道展开对峙 一枚枚发光的大炮 直直攻向配恩 后面配恩使出地暴天香 准备将名人奉印时 动画里又出现了 一次激光炮的画面 不过漫画原著 并没有展示这些 因此名人发射激光 具体是个什么毛孽 这个既没有被收入工资书 也没有给出单独的书名 具体的属性 咱们也就不得而知了 只能看个乐呵 就当是个戏本组了 最后一个擅长发射激光的忍者 是来自活影忍者续作 活人传中的改造克隆人 迪鲁达 迪鲁达是可组织的内阵成员之一 原本是阿玛多 照着自己去世的女儿制造的 不过这个迪鲁达 能力设定就跟一个 翻满修罗道似的 浑身上下都是武器 不仅双腿可以变形 再生 就连眼珠子 也是可以发射激光 和吸收攻击的武器 可以说是浑身上下都不是宝啊 而在迪鲁达的背后 还有一个三角形的无人机 这就更高科技了 因为这是迪鲁达的核心 可以与迪鲁达共享视野 而且只要核心不被摧毁 迪鲁达也是一个 其实身体被破坏掉 也能重新再生的麻烦玩了 它拥有三具身体 也算是打不死的小强之一了 只不过后面被木叶的收编了 总之 活人忍者虽然是忍者当闹 但也少不了科学技术的进步 有的人徒手就能发射激光 而有的人虽然不会这种忍说 但却能靠科学技术改变自己 改变世界 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 就告一段落了 铁达们还知道 活人里有哪些 擅长使用激光的忍者吗 开始在视频下方一起落落 最后 感谢各位铁铁 对本期视频的支持之余收看 还是那句老话呀 觉得视频内容还算有趣的话 千万不要忘记 点赞评论收藏转发 咱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吧 拜拜